我昨天一次 我沒有參加不到的 資深媒體人蔡漢薰 週日在自己臉書貼文說 與李英元等政商人士參選 許久沒吃過魚翅 還PO出魚翅照片 雖然之後將該文撤下 但引發環保團體憤怒複製轉貼 使環保書章李英元用魚翅艷客 李英元週一出席環保署的 海洋淨灘活動記者會前 接受媒體訪問時 坦承有吃魚翅 但他解釋 他不是主人也不是主客 遲到20分鐘才出席聚會 他個人不會去點魚翅 家人也一樣 將來出席任何場合 都會主動提醒 不要吃魚翅 也不要點這類餐點 謝謝環團的善意提醒 他們這些事情 就要加一個段落 我們自己會自我期許 自我謹慎 自我美麗 那我的太冷 我很會太冷 我昨天吃了 因為我去的已經放在那邊了 我曾經一度也猶豫 這一點的確 我們要好好地 來深色的檢定 台灣護術團體聯盟發起人 張美慧說 台北市長柯文哲 都下令台北市府 及機關學校餐宴進食於翅 碰拼李英元身為環保署長 卻做非常壞的示範 然後今天李英元他自己身為 東華民國一級的警官官員 而且是環保的這個儀館的官員 然後他就隨便講一講 就是講說 這人欺騙要開費 我還不然不再吃 我就講這樣的話 我覺得是真的是還滿過分的 生活中心台北報導